疫情才刚减缓 没有多久又再受到Delta病毒的入侵 新北市已经宣布了再度限制内用 这对餐饮业者来说呢 无疑是雪上加霜 受到上一波疫情的冲击 店家还没有恢复 现在可能又要再面对另外一场恶战 台湾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人員 你每一次冲击都冲击到他们 从长榮集市事件到新北幼儿园染疫 Delta病毒入侵台湾 让双北地区再次陷入紧张气氛 他们家是整个月都没有 只靠这一万块 你认为他们活得下去吗 高层的有谁被冲击到 没有你怎么限都没关系 但是在每一个宣布限令的时候 事实上你冲击到的是 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人员 面对生活民众不敢掉以轻心 但受疫情影响首当其冲 也是这群努力工作的底层老百姓 好不容易等到降级人潮慢慢回流 但现在坏消息又来了 因为Delta入侵 新北再次限制内用 台北的店家也很紧张 噩梦还没结束 所以我们也会担心 因为有时候会北北鸡同步 所以我们也会担心 没办法内用 因为我们没有外送的话 回到三级我们大家都会担心 差不多回来了一两层左右吧 但是现在又要遇到前方 对啊 像过路口都没有办法进来吃饭 看到里面没有排桌子 然后就跑掉了 业绩啊 跑掉就已经跑掉了 拉不回来了 店家苦笑 因为如果再有下一波 可能就会撑不住 而行政院9号通过纾困振兴 特别预算追加案 包括五倍券等振兴措施 拍板编列1600亿元预算 但对底层老百姓来说 何时能恢复正常生活 才是大家心中最大的疑问 人间卫视正名城 陈一轩台北采访报道 要 trig und证换 费用 要受议 展 shows 再讨论